宝贝看了这么多期大案解说 如果现在的你 看到河面上飘来一个鼓鼓的编织带 你是会打开呢 还是会打开呢 深夜旅宝来看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2018年3月19日 地点浙江省嘉庆市 这天中午12点左右 红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有人在河道里发现一个塑料袋 而那个塑料袋看着很像人形物体 得此警情后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事发河道 通过一段时间的打捞 民警捞出一个长约70厘米 宽约30厘米的塑料袋 就当他们要打开塑料袋的那一刻 一股让人难以忘怀的气味扑面而来 民警知道 这个塑料袋里装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即派出所民警将案情汇报给公安局 很快 嘉兴市秀州区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通过初步勘察 技术人员确定塑料袋里装有一具女性尸体 可由于浸泡时间过长 死者大致特征无法第一时间获得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抛尸案 而发现尸体的地方也只是凶手的抛尸现场 随后 秀州区公安局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并成立专案组 力证在最短时间将此案侦破 那死者是谁 他为何会被杀害呢 案发第一现场又在哪呢 一个又一个疑问摆在专案组民警面前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需要尽快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确定死者身份 一旦得知死者身份 案件侦破就已经成功一半 甚至更多 但这次死者身份的确认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塑料袋里 警方未找到死者的任何遗物 加之死者已经面目全非 要想确定死者身份谈何容易 万幸的是 技术人员还是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些特殊体征 死者大拇指上有眉甲 就像一个蝴蝶结 同时死者的眉毛也被精心处理过 很明显 死者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 以此为线索 侦察员对案发周边的眉甲美容店进行了走访调查 从工作人员口中 侦察员得知这种眉甲已经过失 现在基本没什么人会做这样的眉甲 由此 侦察员推测死者生活水平不是很高 这次的走访调查 侦察员没得到实质性的证据 但让侦察员对死者的身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死者年龄应该在20到30岁左右 身高在1米5到1米6左右 结合这些信息 警方推测死者应该是来自南方的打工人 或许就是云贵穿鱼那边的人 可即使这些信息没有错 但要在云贵穿鱼找到这样一个失踪人 犹如大海捞针 眼看死者身份无法很快得知 侦察员只好将侦察重点放在包裹死者的塑料袋上 这个塑料袋是白色的 其中上面两个直径为1厘米的圆形孔洞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一个装东西的塑料袋为何要在上面留两个规则的孔洞呢 如果找到塑料袋的来源地 是不是就能很快确定死者或者凶手身份了呢 围绕塑料袋这一重要物证 侦察员对抛尸现场周边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结果发现 案发周边的乡镇都在生产羊毛衫 他们包装羊毛衫时都会使用那种塑料袋 而塑料袋上的那两个孔也只是为了包装时将气体排出 由此警方分析 案发第一现场就在发现尸体的红河一带 且凶手很有可能从事羊毛衫加工 或者与该职业有某种关系 可进一步的走访调查后 侦察员发现红河地区有很多生产羊毛衫的厂具 而且每个厂都是用这种塑料袋包装 能接触到这种塑料袋的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 所以从塑料袋出发来侦破此案根本行不通 一时间案件侦破工作进行的格外艰难 经过分析研判 专案组认为死者会出现在河道阻挡物那 就一定会有漂流的路径 那凶手的抛尸第一现场又在哪呢 带着这个疑问 侦察员调取了河道周边的监控录像 由于法医还未给出死者的具体死亡时间 侦察员调取了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侦察员不分昼夜的对录像进行查看 可让人遗憾的是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与案件有关的可疑迹象 凶手抛尸第一现场无法确定 而确定死者的具体死亡时间也不容易 虽然死者的具体死亡时间无法确定 但据有多年办案经验的刑侦技术人员认为 死者遇害时间应该不长 而且抛尸地点也不会太远 有这样的判断 主要是因为在河道上游有很多船只 如果尸体长时间在上面飘着 应该很早就被人发现 而且发现尸体的地方 防卫工人每天都会清理 如果凶手的抛尸第一现场并不远的话 就意味着死者被害的地方也不会太远 那如果去调查附近区域的失踪人员 是不是会有所发现呢 随后侦察员对嘉兴市失踪女性做了一一比对 之前技术人员推测死者 可能是来自云贵川瑜的打工人 专案组又派人到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 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失踪人员 与此同时 侦察员在嘉兴市粘贴大量寻赏通告 以及启示 希望群众能提供相关线索 一开始公安局能得到一些可疑情况 可很快又被一一排除 慢慢的 这起案件变得无计可查 已经成了血案 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3月28日 这天 一个女子看到悬赏通告后 怀疑死者是她的表妹小红 也为在2月份的时候 自己与表妹一起去做了一个照片上的美甲 得此线索 警方如获之宝 以便到小红生活的地方提取相关生物检材 以便到云南提取小红父母的生物检材 在多方比对后 警方最终确定死者就是小红 案件到此 终于柳暗化名 就像警方之前推测的那样 小红是一家羊毛山加工厂的工人 可又会是谁将23岁的小红残忍杀害呢 很快 一个叫张亮的男子进入了警方事业 在此之前 张亮一直与小红生活在一起 为了维持生计 张亮在一家羊毛山厂做济检工 通过对张亮同事的走访调查后 侦察员得知张亮和小红看着很恩爱 并没有什么矛盾 可就在三月初 张亮对外声称小红离家处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张亮为何不报警呢 张亮的反常行为让他的嫌疑骤然上升 之后 侦察员找到张亮与小红同居的房屋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该房屋已经被张亮退租 且有其他员工住在里面 为何小红一失踪 张亮就搬家了呢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张亮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8年3月28日下午 警方在另外一个出租房里 给张亮免费送了一副银手桌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 张亮一场紧张 面对审讯 张亮很快就承认了是 自己杀害女友小红的犯罪事实 据了解 在多年前 张亮的妻子因病去世 之后 张亮独自一人拉持着两个孩子 而小红在云南也已经结婚 并有两个孩子 可由于家庭矛盾 小红外出到上海打工 一年前 在家人的撮合下 小红来到嘉兴 与张亮生活在一起 然而 外人眼中的男才女貌 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张亮是一个性格内向 比较持家的人 而小红是一个比较开放 喜欢玩的人 两个不是同一世界的人 总会在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 眼看张亮每次拿到工资后 都会寄回家给自己儿女 并不打算给小红用 小红提出想回上海打工 对此 张亮很是不满 此前 小红在一家足疗店上班 在张亮狭隘的想象中 小红是在从事不正当的职业 因而 不管小红怎么说 张亮都不同意小红回上海 更不同意两人分手 张亮之所以要这么做 或许就是想在一厢找一个依靠 就这样小红和张亮在吵吵闹闹中 相处了一年 直到2018年3月4日 这天中午 小红和张亮再次因琐事发生了争吵 这次小红再次提出要回上海工作 同时 小红还责怪张亮将自己在足疗店上班的事 添油加醋地说给自己的亲戚听 从而让一些无端猜忌四处张扬 面对小红提出的离开 张亮依旧不同意 可这次 小红却威胁张亮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会找自己的哥哥来收拾他 或许就是这些话 彻底激怒了那个积压太多怨气的张亮 杀那间 张亮凶向笔路 对着小红大打出手 面对突然变得暴怒异常的张亮 小红不停求饶 但却没能让张亮停下手来 等张亮恢复理智时 却发现小红已经死亡 惊慌之下 张亮想到的不是面对 不是承担 而是怎么去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趁着夜黑人静的时候 张亮使用三轮车将装有小红的塑料袋运到河边 并抛进河里 事后 张亮搬离了之前两人居住的出租屋 对周围人说 小红无情地离开了他 然而 还没等他彻底缓过来 警方就已经找到了他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张亮因自己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 同样 也为他 让小红两个孩子失去了母亲 也让张亮的两个孩子陷入没有父母照顾的困苦境地 这起案件再次告诫我们 冲动是魔鬼 三思而后行